也很真实 就是他的大案子 大儿子 争戈尔丹那时候被戈尔丹服辱 幸亏兰神把他放回来了 放回了就没说实话 儿臣已部下杀力无数 儿臣的火龙军也被敌射死了 儿臣负伤落水 被河流冲走 等儿臣醒过来 一旦向有陌生地方 儿臣迷路了 康熙也被瞒过了 等康熙知道这个事的时候 大哥跪到他身前哭诉 我是不想丢您的脸 本来是拍这段戏 康熙生气之后就拉倒 但是陈道明加了一个戏 丢人哪 突然间上去 就狠狠的 打了这儿子一嘴巴 所以陈道明在这个整个演康熙 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以说把内心的这些动力 都调动出来 怎么演好那种 当然有的人批评 说他青年那段演的太声音 这没办法 接戏的时候 陈道明已经人到中年了 所以青年的时候 庄振 多多少少 还有一点距离 但是越往后 尤其到中老年的时候 对康熙内心心 这种把握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人气合一的程度 包括后来千首焰 康熙端起酒来 成就我千古一地 那一段的时候 这种帝王的豪迈之气 跟对宇宙人生 留给他的时间太过短 在这部系列 康熙获得了很大成功 后来我记得是2004年的时候 我曾经跟香港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 黄秋生 我们俩在一起喝茶 我问过他 我说你觉得大陆演员怎么样 他说有些演员演技很了得 我说谁 他说陈道明 我说为什么你配合他 他说我看着他演的康熙王少 演技真是了得 这就说明陈道明这个活 不仅征服了我们这些看戏的外行 这些拍戏的内行 也对陈道明吵大夫哥 说明他演技确实到位 那么这部戏男一号做出来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就说你配戏这些 只要水准够 就能把这戏架起来 当然这部戏前半截 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必须得重量级的人物出演 谁呢 那就是孝庄皇后 孝庄皇后这个本子 接过来的时候 当时导演陈佳麟就看 谁能演笑得好 他脑海里突然间想起了一个 咱四评高望 不怕学的他 要学这些列祖列祖 是你的皇祖母 我小庄 天塌地心 窥然不动 日月星辰 唯无独尊啊 孝庄皇后在这儿是刚演完大山门 当时前里一讲 要想把这个女人的霸气和那个十二劲都演出来 恐怕非四评高望 于是他开始找四评高望 可四评高望这儿是怪不好找 手机从来不开 说他在北京来找的 不在 说去广州的 追逗广州 说到上海了 追到上海说又回北京 反正总之这么隔了三十个月 荡气也不好碰 四评高望他有时候去国外 因为四评高望是外国去 国外中国去 就算他史上导演没逮着他 最后功夫不负苦心的人 终于有人说 四评高望在北京有个什么什么 平线当评委的 还有陈嘉林连果带爬的 从南京赶在北京 终于在后台找了四评高望了 哎呀 哎呀 老师老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还要拍这个康熙王朝 你能演这孝庄吗 四评高望就愣了什么 我就演孝庄 我把本子带来了 您收来看看 四评高望呢 在后台昏暗的灯蒙香 看着本子 因为等着后场那公伙 看了一个多少时 把本子看了大概 马上四评高望拍完就 这个角色我演定 我别的可以推 我今天当心满不要紧 别的我推 我也演这个 就这么着不拍板定的 然后这个角色 你们大家都听着 撤翻是我笑装的意思 皇上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办的 今天就是由天大的事情 由我效装来顶着 关于撤翻 怕吴三桂撤也反 不撤也反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大家应该坚信 我们的大庆 使铜铸铁打至江山 只要咱们君臣一心 将士勇猛 定能够歼灭叛敌 勇铸江山 那么四评高望 进阻之后呢 咱们以前我记得 我说这个全书女人时候 说笑装的时候 说过四评高望 演笑装下的苦心 他这里头啊 他也在里边加了不少东西 你比方说比较精彩的 这个幼年的康熙 还叫玄业吧 那时候 有一幕他跪下来 让康熙骑到他身上 显着祖母疼爱 自个儿孙子 还有一幕就是这个 孝赵皇后死的时候 那种人虽然老了 但是雄朋友在 换好了衣服 坐在地上喘气 那一段 把那种女人一背着的 把戏就被展现出来 所以四评高望 在这部戏里 演的也特别出色 很多人看都说 这真是 那么这个戏 有一个特点 就是里边的配角啊 相对来说 戏份也比较大 因为整个戏比较长 五十多集 那么这里边的配角 也堪称得上 个个栩栩如生 确实演的都不错 你比方说 咱们看这里头 演这个姚体胜 这个小老头 演的那个幽默劲 那个嘎劲 很到位 尤其是姚体胜 在跟这个康熙演对手戏的时候 那种感觉 非常到位 一方面呢 我忠信用你 另外一方面呢 我还不能完全听你摆布 那种感觉 姚先生对台湾 可谓是了如指掌 陈还没有说完 接着讲 朝廷平台之后 台湾居民人人皆大欢喜 唯一不欢喜的 只有政经一人 从此后 他从王位上掉下来 成为陈 成为民 甚至成为阶下囚 简直 生不如死 这是三辅中最难抚慰 又不能不服的 可以说演姚体胜这个演员演得很到位 再有我看起来比较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呢 就这里头两位朝中重臣 一位明珠 一位所恶徒 两个人不是党争吗 这个党争的过程演绎的是特别有趣 尤其是有一半两人最后这么都进了天牢了 然后为了神所恶徒 明珠当这个主审官 那时候对手戏非常之精彩 你 圣师 这就叫一都攻读 昔日的名相 神训昔日的所相 你说痛快不痛快啊 痛快 那么我们看呢 整个这部这个康熙王朝啊 从头到尾 这里边的一些配角 在里边也出了线 主角也立得住 所以整部大戏啊 把康熙年间那些波澜壮阔的史实啊 基本上就给囊括了 这一戏可以说很多工作人员一起上阵 比方刘大印 他既是总织片人总导演 同时在里边呢 他扮演了古剧台湾的正经 颜平王正经 也不是吃素的种 在里边演荣飞的演员呢 同时还兼服装设计 比较有意思呢 演慧妃这个演员 在我上大学那时候名气很大 这个演员名字叫龚小花 是台湾的 他创个记录 四十多岁 去选港姐的 说明这个人虚强半老 风云有嘴 那在演这出戏的时候呢 龚小花已经过五十 可是他演着慧妃呢 看起来保养依然非常好 那么这部戏呢 还有一部非常好听的主题歌 韩磊唱 向天再见五百年 这个歌呢 当时被有的人开玩笑 开成向天再见五百年前 当然了 能开玩笑 说明这个流添泛非常广 深入人心